山藏公墓新建纳谷墙在进行整地的时候发现有30具无名式骨骸 秀林乡公所生命理所暂缓新建作业 并且领定计划要编列预算进行检谷的作业 解决第一阶新建纳谷墙工作 山藏公墓在109年开始公告 编列预算补助山藏部落主任们协助检谷的作业 而在满藏公墓中清除100多坪的基地来行建纳谷墙 同时也在140年度1月份也进行开工整个的作业 由于地下一米以下发现有30多基的无名式骨骸 秀林乡公所生命理所也要求厂商暂缓作业 今天村长金志雄表示 秀林乡公所能够寻求解决之道 感谢乡公所一两年召开我们纳谷想同意 然后今天是整地 整地完然后挖到两米之后 感觉上有无名式 将近三四十个 然后现在乡公所先暂缓 那先把土地该挖到两米的 因为主人的那些大体 不要买在底下 那村民一直在反应 是不是说先挖到两米之后 如果没有的话 再一起做 因为乡公所乡长也有提说 我们一定要召开一些会议 然后里面到底还要藏在几个无名式 因为有些长起来就是二三十年 不止到五十年 有的一些家属讲指地的时候 可能看不到 然后就这样请怪手来挖到两米 终于找到他们的那个大体 所以说 宣传公所这边尽量尽量赶快 试坐 因为我们所有的主人都在宾葬所那里 那我们村民一直在讲是不是可以先动工 先坐 那我们这边安心的把主人请回来 宣传公所生日里所表示 三三公目在一月份开始新建那股墙了 由于整地作业的时候 一百多平面积 还有三四多区的无名式的股 还在地底下 可以说是相当的棘手 公所也积极寻求快选政府协助 或是编列相关预算 先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 希望在今年度三三公目那股墙作业 能够顺利的完工 记得久了 休想回来